为了加强幼儿防灾意识及防灾应变的能力 新生幼儿园猩猩班 彩虹班 白兔班三个班的大班学生 9月30号上午在老师的带领下 前往台东县消防局参观 我是彩虹班的甜甜老师 那这次我们规划的大班户外教学是来消防局 那我们在学习区小朋友操作的时候 发现孩子对于消防车是很有兴趣的 但平常我们只能透过影片 然后照片跟书籍去看消防车 所以我们安排了这次的机会 让孩子可以真实的观察到 真正的消防车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也能透过实际的体验 做做看消防车的感觉 然后配合开学9月的时候 是我们的防灾的重要宣导的时候 我们学校也有进行防灾的讨生演练训练 然后也配合学校9月份的防灾活动 然后让孩子透过这次的户外教学 也真正加强孩子的防灾意识 然后也可以学习保护自己的防法 除了参观消防局的环境外 消防局的叔叔和阿姨 还指导小朋友们 遇到火灾与地震警报时 如何紧急地应变 手电筒 因为记者买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 黑黑的 对 你会看不到嘛 会没有办法逃生对不对 所以手电筒一定要准备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对消防车都充满了高度的好奇心 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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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人要飞吗 我有 我要 来轮流 来转过来 很重喔 好 飞着 好重 好重喔 对交通追 哇 有没有很重 有喔 在这次的校外教学当中 和平常没机会亲近的消防员 和消防车都靠得那么近 孩子们个个都开心得很 小孩子其实对消防车真的是充满了好奇心 我觉得学校安排这个很棒 那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观摩 学习到我们的 好玩意的部分 这次的活动带领孩子们了解灾害发生时 紧急应变的方法 学习保护自己 进而提升防灾的意识 配合学校进行的相关防灾宣导 以及淘山的演练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